这段期讲解是东窗事发三国时期的一个典故 中慧和姜维命不造反 姜维就劝中慧 把魏国的将帝都杀掉 自立为王 中慧还在犹豫之际 只是将这些大臣软禁起来 并没有杀害 结果呢 其中有一个手下叫胡烈的 他就把消息泄露给自己的儿子胡渊 结果胡渊就带兵杀了进来 那么突然打了个措手不及 最后将为战死 然后中慧被万坚穿心所杀 这就是处事不秘 东窗事发 那么本局我们讲解是1994年的团体赛 本局是由一个汽油点拨 我们看一下 红方理财群 黑方张强 开局是中炮 对战犯攻马阵型 那么这儿的话 对方走的是河口马 黑方呢 就选择了一路对局的招法 双方简单交换 红方的威胁三路线 这儿黑方就掌局 威胁红方的马 红方推窝心 试图连缓起来 那么这时候 那黑方就上 红方拆炮 他是为了平居过来 攻击黑方 薄弱的左边 但是黑方也不怕 打出去 形成对杀之势 如果你直接去打 现在这个结局 肯定是吃马 如果你贸然上马 他就平炮一压 又吃马又打向 你这边还没发难 这边就要受攻了 所以呢 面对啊 七路线有问题 把卧行马先挑出 解围 因为他炮在这里 你过不来呀 就退 退的话 他这时候进居 准备了压马 这招棋呢 黑方简单换掉 来了一招 平居反桌 因为吃掉马 吃着兵 吃着炮 破着象 所以地方受不了 他选择退居 先避其锋芒 不交换 黑方小足 准备杀过去 偷渡音频 那么红方这时候呢 小兵就过来 这儿的话 黑方拼过来 接下来这个棋呢 选择招法是飞象 这儿看住 那黑方到这里 想吃中兵 但是他又不敢 吃的话 担心这个炮打 足很厉害 所以临场就继续 换掉之后 把对方盯住 试图坚守 那么这儿 红方选择落象 咄咄逼人 黑方推炮 防守底线 红方一推炮 试图把鞠赶走 然后就可以呢 进去吃马发难了 黑方只好上马去换 不让你打鞠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他换掉也可以 红方的不愿意换 黑方就点鞠进去 准备呢 去威胁马 这儿红方不给他机会 啊 抢先捉 因为这个马有炮 看住 而你的马没有跟 到这儿也就有上 红方在顺势推炮一打 把地方赶走 那么你居四平三 走不到 他后面有炮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打出来发难了 底线一将 你肯定是不能落下 因为这边有门弓啊 所以黑方到这儿 也就不管了 冲上去 一将 那就有掌炮 红方又一将 落势 接下来这个棋呢 就简单换掉 换掉以后 这个窝朝马很厉害 啊 这儿先退一将 那你现在正常肯定消补式 然后呢 这个棋浸泡 锁住你 现在黑方暂时无从发力 红方的话 这个棋很厉害 黑方就浸泡 石头龙锅甩 三子归边 这个时候 红方就将军 黑方落实 红方呢 冲兵过来 希望骗对方 你吃掉 我抽你 黑方呢 继续甩炮 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呢 继续往下冲 黑方就到底线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只得打势 准备结尾 黑方是老将 不给他闪击的机会 那么这儿 只好退回 守住 那现在到了关键时候 黑方这个棋啊 可以选择 居四平三 因为这里 附有将军抽炮 必然是先手 那么红方到这里 也有顾忌 实际上的话 黑方啊 他心词手软 居四平二 这儿的话 准备将军 利用对方 结果人家直接吃掉 那么由于你一将 他不能抽到炮 这样的话 人家吃着你的马 你想抽居也抽不到 这就比较尴尬了 那么正常将军的话 落势啊 你马再走开 他就可以给你堆炮 一旦炮一队 去炮兵 你就等着输了 所以呢 黑方决定呢 以退为进 迂回作战 红方选择的是 出来 黑方这时候呢 把中兵给抢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选择招法是 退居桌 那么黑方就上 红方对这个棋 可以说是啊 凶有成竹 黑方往里钻 红方继续啊 往过走 这儿很凶 黑方马一切也厉害 跳跃将一甩 举角杀棋 那么红方现在退炮 可以说是深谋远虑 这儿就是说 你现在马可以将 但是到这里啊 当你想甩鞠成沙的时候 他这里有一部 惊天气泡 此招一气啊 你看着可以多吃一个子 但是这个棋啊 你没有杀招了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他顺势就点姜 然后呢 这个兵一步一步平过来 到这儿黑方 你没法防守呀 这个棋就尴尬了 所以看着三子归边啊 白吃了个子 挺厉害的 实际上呢 人家早就算好了 有惊无险 到这儿没有办法 黑方这个棋退居回来 想对居吧 还没事 这就尴尬了 眼看兵要往里平 下一步就绝杀 这儿你现在看底下没用呀 人家兵可以到中路江 所以只能选择气泡结尾 这招棋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苦肉计 当时的话 徐天宏对洪荣华 也是走的这个局面 非常无奈 那这个棋可以说 异曲同工之妙呀 这儿非迟不可 然后这个棋就过来将 他这里呢 连骗招都是一样的 当时徐天宏也是走的这样一个骗招 如果往下冲 他就可以对居 那洪荣华当时没上当 本军的话 他也这么下 但是连骗招也不上当 他就甩鞠 准备第一线将军破相 黑方就落相不让 还吃着兵 红方当然得下兵 黑方呢顺势杀一将 但是这个棋 似乎是没用的 只要这个兵一做中就要输 所以黑方只得上将 这儿的话 红方就平局 开始能破相 黑方当然不让 那接下来兵四平五 这里就有相 这儿退一将 你必须得飞相 然后居三平一 就把相给吃了 黑方呢平局 红方到底线 有一步轿杀 那么这个居线让开 就是不想丢 到这儿想来一步对居结尾 但是呢人家一退 一面杀棋 你必须得落相才行 然后一甩居 叫耳杀 必须得进老相 看似好像这个棋 老健和小兵 在玩捉迷藏 其实呢 这个棋呀 已经积极可危了 红方顺势一将 那黑方又进来 好像并无大碍 实则呢 居死心意 只要把这个足一吃 这边就要突破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也是无奈呀 他选择是进居 认为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 想来苦手 不料红方又下出了 居死平八 将军呢 这边较杀 你要吃兵 我居抽了 那这个棋也确实痛苦 到这儿啊 那么黑方就继续往右边拐 为什么不往左边拐呢 往左边拐 他就把足给吃了 你老将吃 将军把居丑了 居吃点羊 陈亚军了 所以你只能往右边走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棋 居八进二 那你就下红方 居八退一 黑方到这儿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 上将 看似积极 可以吃兵 实则红方就不要了 吃你个足 你要吃兵 他一飞向 这样就杀了 第二种招法 到这里 选择一个进居 那么对方直接吃 平居手累的话 拱一将 这儿的话 一甩居 就是一个绝杀 所以到这里 黑方就想到我下老将 将军我可以对居 你不将军 我就吃你兵 那么看似好像 这个兵要丢掉 吃足没用 但是红方可以掉下枪头 先穿一下 让你老将挡住你的居 然后平居过来 继续吃你的足 你不要足 就把足吃掉 将来一飞向还是杀 那么如果你看足的话 好 他现在有一步居五退二 非常经典的招法 准备平兵杀 由于这个居 离开了夏儿县 你不再有下老将 吃兵的手段 所以到这儿的话 你也只能去看 那么这样的话 对方拱一将 到这儿这个棋下 这个拘一甩之后 还是一个绝杀 此时这个棋是跑不了的 那么张强只得认输 这番棋 也在寻获胜